大特的未来世界 悟犯领悟了超二 杀死了人造人和杀戮 和平没持续多久 魔人布欧就复活了 巴比迪还在诱拐布欧 他介绍自己是比比迪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少主人 这次就是他到处找寻能量 才把他从封印中解救出来 布欧显然不想搭理他 巴比迪直接命令布欧认自己为主人 布欧哼了一声 扭过头 看也不看他 巴比迪生气了 不管怎么说 都是自己救了他 至少也该对救命恩人说声谢谢 达普拉觉得他们的这次计划 完全失败了 这个胖东西看起来像个蠢蛋 根本不可能是那个力量强大的魔人布欧 布欧听到有人骂自己 大喊着自己的名字 蹦蹦跳跳来到达普拉面前 达普拉介绍自己是魔界之王 并嘲讽布欧看起来跟傻袍子一样 文言 界王神十分无语 这个达普拉简直是在找死 下一秒 布欧出手 瞬间就戳下了达普拉的眼睛 痛苦的哀嚎从达普拉嘴里发出 布欧一脚飞踢 达普拉飞身出去 砸碎了一座山体 这一幕惊呆了特兰克斯 达普拉实力不弱 居然被一招秒了 这个魔人布欧真是恐怖如斯 巴比迪兴奋地大喊起来 魔人布欧果然厉害 跟他父亲记载中的一模一样 雾范清晰地感知到 布欧的气在瞬间提升了许多 界王神害怕得浑身发抖 布欧的残暴一点都没有变 突然 一根雕枪穿过布欧的胸口 是达普拉在背后偷袭布欧 他提醒巴比迪 这个魔人布欧就是一个疯子 绝对不会臣服于他的 他知道魔人布欧确实厉害 他们也确实为了复活他 耗费了巨大精力 但是魔人布欧总有一天会背叛他们的 他想趁这个机会杀了他 巴比迪不听达普拉的劝告 反而骂他在找死 竟然敢伤害自己的布欧宝贝 布欧拔掉标枪 阴狠地说 要吃了达普拉 达普拉骤然出手 想要先下手为强 布欧小辫子一甩 就把达普拉变成笔丹吃掉了 巴比迪没有一丝惋惜 他觉得达普拉能当布欧的食物 是他的荣幸 物贩现在明白 戒王神是对的 魔人布欧的力量 确实超乎想象 戒王神觉得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没有人可以阻止布欧 物贩一边做热身运动 一边对特兰克斯说 自己准备上了 如果自己失败 地球就交给他了 特兰克斯点点头 没有说什么 戒王神质问物贩 是不是准备一个人对付魔人布欧 得到物贩肯定的回答后 戒王神在物贩身后大喊 他不了解魔人布欧的恐怖 让他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布欧让戒王神相信他 他和特兰克斯是 最想保护地球的人 巴比迪看物贩准备动手 下令要布欧解决他们 布欧不听 一直在抱怨太饿了 想吃东西 巴比迪健壮 直接威胁布欧 如果他再不听话 他就把他重新封印起来 听到这个 布欧谄媚地笑了起来 还给巴比迪鞠躬行李 巴比迪非常高兴 当即下令要布欧大开杀戒 物贩变身超二 他发誓不会让布欧为所欲为 物贩快速冲锋 布欧一愣 这速度好快 话音刚落 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拳 跟着又是一脚 这还没完 物贩对着布欧不断出拳 一套连招打完 物贩站在原地平复呼吸 巴比迪心疼地呼喊着布欧 问他怎么样 借王神被物贩的表现 差点惊掉下巴 这才是物贩的真正实力 不一会 布欧完好无损地 从碎石之中站了起来 闪身突击物贩 物贩大意了 没有闪 正面吃下布欧的头锤 物贩吃痛之下 布欧快速举起右拳 接连吃了两拳 物贩奋起 挡下 布欧的第三拳 物贩反手一拳 回击布欧 被他躲过 布欧踢出一脚 物贩弯腰闪避 接着 两人进入狼牙风风拳对拼回合 随着他们的碰撞 剧烈的波动 以他们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 让借王神和杰比克 都难以支撑 克兰克斯却默默无言 不知道是在为物贩担心 还是在想别的什么 物贩瞅准机会 单手规派气功 轰然发射 布欧一惊 却反手弹飞气波 弹飞的瞬间 物贩瞬意到布欧头顶 大力出脚 正中布欧 布欧忍着疼痛 反手一拳打中物贩下巴 再来一脚闷堵 这一脚太疼 疼得物贩冷汗直流 就是这一分神 布欧蓄力一击 骤然出手 直接把物贩打飞出去 人在空中还没落地 布欧掌中的气波 已然汇聚完成 轰的一声 气波发射 朝着空中的物贩急速飞去 物贩心里焦急 却没有办法躲避 巨大的爆炸在空中发出 发出的余波 都让戒王神和巴比迪难以承受 余波散去 巴比迪高兴地大喊 布欧天下第一 戒王神担心地 喊着物贩的名字 随着烟雾渐渐消散 布欧吃惊地发现 物贩居然还活着 巴比迪健壮 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孙物贩这么强的吗 比达普拉还要厉害 物贩看着布欧满脸堆笑 他知道布欧的实力远不止此 而自己也只有 拿出真正的实力 才能对付 布欧疑惑地看着物贩 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 戒王神感知到 物贩的气正在剧烈上升 他问特兰克斯 物贩究竟还有多少实力 没有拿出来 特兰克斯告诉他 物贩在刚开始战斗时 只是为了试探对方的深浅 不可能拿出全部实力 他真实的力量超乎想象 戒王神想象不出来 物贩的极限在哪里 特兰克斯告诉他 他们没有极限 只会越来越强 为了保护地球 他们不能输给任何敌人 随着物贩的吼叫 他身上的气息不断涌出 戒比特感觉整个地球都在颤抖 而物贩的气还在持续上升中 物贩变身完成 他向大家道歉 这个形态变身用时有点久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这个形态是超级赛亚人3 现在可以开始第二局了 这一局既分胜负也决生死 戒王神被物贩的气惊的 说话都开始哆嗦了 他从来没有感知到 这样强的气息 戒比特也吓得发抖 凡人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就连不欧也开始认真起来 他觉得现在的物贩看起来很可怕 八比迪头上冷汗都流了下来 但他还在为自己打气 这种变身什么的 都是吓唬人的 一点用都没有 这些东西对不欧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物贩先手冲锋 瞬间来到不欧头顶 不欧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物贩一拳呼脸 打出硬直后 物贩左拳蓄力 重重打在不欧肚子上 再来一发上勾脚 打得不欧七分八素 这还没完 接着又是一套全锤加电炮 物贩跟不欧之间的差距 正在逐渐缩小 不愧是物贩 物贩一声怒吼 势大力尘的一拳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在不欧身上 随后摔在地上 荡起阵阵烟雾 物贩冷冷地看着 不欧的气没有消失 甚至没有丝毫衰弱 不欧从烟雾中飞出 身上的伤痕都消失不见 物贩也惊讶不欧的恢复能力 既然如此 就只能用这一招了 巴比迪担心地大喊不欧的名字 物贩笑了 以为这一击会重创不欧 不欧像个破烂熊玩具一样 立在空中 物贩心里一惊 正面接下自己的大招 气息还是没有减弱 不欧深吸一口气 伤口瞬间复原 物贩觉得自己小看他了 巴比迪喊着 魔人不欧宇宙无敌 天下第一 为他助威 不欧看着物贩 额头青筋抱起 他有点生气了 因为刚才那一击打得自己好疼好疼 不欧出击 物贩一惊 速度好快 再次被头锤正面击中 不欧接上一拳 却被物贩弯腰躲过 不欧上钩脚逼退物贩 趁机用上钩拳击中物贩 一拳得手 飞踢踹飞物贩 物贩在空中翻转泄力 稳住身形 不欧却学着物贩的样子 摆出龟派气功起手势 物贩没想到 不欧只看了一遍 就能学会自己的绝招 不欧的龟派气功发出 对着物贩呼啸而来 速度之快 让物贩来不及躲避 只能正面接下 一番怒吼输出 物贩终于弹废了 不欧的龟派气功 不欧一脸坏笑地看着物贩 物贩承认 不欧确实让他头疼 不欧则觉得 物贩非常强 跟他打到很开心 物贩自恋成超三以来 第一次碰见这么厉害的对手 也很兴奋 模仁不欧看着蠢笨 但是战斗意识很强 恢复能力和模仿能力 也是离谱 除了一次性用压倒性的攻击 完全消灭他以外 物贩想不出别的方法打败他 物贩再次怒吼暴气 再一次提升力量后 物贩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物贩在模仁不欧面前 展示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 但是他能否顺利打败不欧呢 下期预告 最后的对决 未来物贩片大结局 关注壮壮 下期更精彩